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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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大家好我是陳柔榮 今天訪問是唱作歌手日經江羽仁 哈嘍 六人哥好 各位銀河網路的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日經江羽仁 哈嘍 你好 哈嘍 六人哥 欸 我可以怎麼簡稱你嗎 還是每次都叫我五個字 沒有 不用 不用 你可以叫我阿金就好 阿金 對 這大家都叫阿金 就是那個 金 對 日金的金這樣 阿金 對對對 這也是你名字的一個字嗎 對 我的名字拆開來 沒有 日金將於人 日金將於人出道已經一陣子了 對 從2009年 對 我記得一開始我就覺得 你是一個很奇特的創作者 然後到現在我覺得越做越 也可以說越做越特別 也越做越勇敢 因為裡面的歌其實 常常有時候一些曲式 也不是太按照 很志士的去發展那個想法 不管是樂劇也好 或者編曲 甚至長度 我都覺得有種豁出去的感覺 放手一搏這樣子 這是第幾張嗎 這其實是我的第二張專輯 專輯 對 專輯來講是第二張 上一張好像有點久了 上一張是2011年的空氣吉他 這中間 這中間 有在做什麼嗎 其實我是從2011年發言完之後 然後因為朋友的關係 我去了內地幾趟 去了四次 然後每次去都停留兩個禮拜 然後在他們那邊做一些巡迴 演出 對 巡迴的演出 宣傳第一張 對 那時候其實已經算是第一張的宣傳已經結束了 然後就開始在那邊跑 然後開始有一些不一樣的體會 然後 可是那時候發生了一個蠻重大的事情 就是我第三次去的時候 我在北京機場 我一下被接我的吉他被摔斷 哇 然後就變成那一場巡迴 變成沒有辦法好好演出 然後就 就臨時去借一把嗎 對 臨時剛好北京有朋友 借了一把 然後就開始巡迴 然後從那一次之後 就開始產生了我的新的一個音樂的一個里程 我覺得 你說換了吉他 其實沒有換 吉他修好了 後來修好了 就這一把嗎 就這一把 後來找個老師傅 他那時候是整個頭斷掉 天啊 對 然後就很難過很難過 是被航空公司弄的 還是你自己不小心 沒有 是羅生門 因為航空公司他們說 他們也不知道是在哪一段 他們也不想負責任 了解 所以 這件事跟音樂到底有什麼關係 嗯 應該是說 除了造成你演出的障礙之外 對 那時候我回來 因為我覺得吉他對我來講 他是一個夥伴 因為他是我從我 這是我買的第一把吉他 然後那時候是我 你是唯一一把嗎 對 大學四年級的時候買的 然後用全部的存款這樣子 多少錢 那時候我買這把是七萬塊 蛤 對 然後就 因為大學的時候存了一些錢 然後就想說 想要買一把好吉他 所以就是我 我 對我來講 我覺得他很像夥伴 是 對 然後他被摔斷的時候 我真的很難過 就感覺一個朋友 出來摔斷腿這樣子 對 可能不只喔 可能摔斷 脖子被扭斷的感覺 對 因為其實在比較上步嘛 對 對 脖子被扭斷 哇哦 對 所以呢 你還是沒有講到 他跟你的創作到底有什麼關係 所以說我回來之後 呃 因為很難過嘛 然後 就拒絕寫歌 因為其實其實沒有 是變成說 我很多朋友啊 他們就突然莫名其妙的出來鼓勵我 因為那時候我在Facebook上的 的動態都一直很消極 然後再加上那時候跟前一間唱片公司的合約已經結束了 了解 對 然後就覺得說 其實好像 覺得做音樂好像 沒有出入 對 好像看不到個什麼的感覺 然後 可是我覺得寫歌我還是會一直持續在寫 對 然後 有趣的是在那個時候我朋友 他 完整的介紹我就是 全專輯的Beatles 然後那時候我聽了全專輯的Beatles之後 其實我從第一張開始聽 就是這樣 一直一直往下聽 然後當我聽到有一張的時候 我整個人就是有點震撼到 然後那一張 就是在1967年發行的 就是Beatles 當很經典的專輯 就是Sgt. Pepper Longley Hardcore Bad 然後我突然覺得 哇 好酷喔 就是 既然在 快要50年前的 他們竟然可以做出這麼 到現在聽覺得還很Fashion 的東西 所以那時候我就開始對於1967很著迷 然後也開始點燃了一些我想要在 在有點像是向他們致敬的感覺 然後就開始又開始 努力的寫歌跟做音樂 哇 你講到我頭皮有點發麻 真的嗎 因為我本來其實說實在沒有很注意到 你的專輯名稱 因為也是小小的字嘛 後來發現1967 我想1967是怎樣 所以剛才阿金就告訴我們這個 一個緣起 對 一個緣起 然後再加上後來 所以你現在聽完他全部的專輯 應該已經算是 By Album就對了 滿熟的了 對 然後所有的黑膠也都買齊了 哇 就是已經有點陷進去 可是我發現1967很酷是 其實不只Bittles 其實有很多大團都在這一年 發第一張專輯 像是 像是Pink Floyd 哇 對的第一張專輯 然後還有像是 Jimmy Hendrix 也是 也在這一年 對 然後像是The Doors 其實都很 我覺得好巧喔 就是在這一年如果 得那個葛萊梅獎真的是 競爭太激烈了 對啊 好激烈喔 那每一張專輯都非常的棒這樣 所以你有沒有時候發現 其實時代有的時候會同時在 某一個時空裡突然 整批整批出現某一些天才型的人物 對 然後某些時代也好像很寂寞 對 就好像這樣死板板的 都沒有什麼好貨出是不是 對 可以這麼說 所以阿金其實是 產生了一種有點有為者 异弱式的鼓勵 對我覺得好像有被鼓勵到的感覺 就我要再寫歌 對 然後再加上那是一個 算是迷幻搖滾很盛行的年代 然後我覺得迷幻搖滾很迷人的是 它的多元性 因為迷幻搖滾它的種類有好多 然後在這當中 我其實聽了一些之後我發現 好多東西都可以跟我的音樂做結合 所以其實我這張專輯 我其實一開始在收歌的時候 我還蠻苦惱的 因為我的風格差異有點大 了解 對 譬如說像裡面有首歌叫 甘霖老書 我要講慢一點 甘霖老書 那這首歌可能跟 譬如說跟Beautiful Girl 最後一首 它的感覺就差很大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我就在想說 要怎麼去 定義我自己的專輯概念 對 基本上沒有概念啦 其實是有的 哈哈哈 我把專輯切成四塊 對 就是 關於我 關於愛 是這四個 對對 這四個歌詞 我把它做成四塊 關於我 關於愛 關於和平跟關於1967 對 對我來講 我覺得關於我就很像是 空氣吉他專輯的縮影 它裡面的東西比較 比較酷手一點點 但我不喜歡假Rocker 假Rocker嗎 為什麼 我不喜歡這首歌 是因為太假了嗎 不是 我不喜歡你太輕快的部分 我喜歡比較深層的阿金 嗯 好 沒事 那我唱慢版的 因為我比較老 然後你剛才說關於我 然後另外關於愛呢 關於愛 對 關於愛是我寫的一些情歌 那可是我寫給的對象比較有趣 我寫給外婆一首情歌 我寫給我的吉他 吉他被摔壞的他 對對對 然後跟我寫給對於生命的熱愛 Life is Bravo這樣子 嗯哼 關於和平 關於和平 我想要用比較迷幻的方式來呈現 所以它其實是裡面的曲風 稍微的迷幻了一點點 比較 就用一些 比較特別的樂器 特別的編制這樣子 是 那我們現在可以聽一小的 《甘寧老書》嗎 好啊 這個還是 這可能要跟有一些人解釋一下 喔好 因為我們也有很多海外的一些觀眾 他們 他們只看到這四個字會也 有點莫名其妙 雖然都是中文 喔 對對對 對對對 好 那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首歌其實是 它是一個我自己的故 真實的故事 就是我去電影院看電影 然後那時候去看那個陶姐 嗯哼 然後是看廣東版的 然後我旁邊做了一個中年大叔 他非常 不斷努力的在模仿劉德華 講廣東話 從頭到尾 你就要邊看電影邊模仿 對 這樣不是很不禮貌 對 然後他就在我旁邊 然後他旁邊就帶了一個女朋友這樣 然後就一直不斷的在講話 然後我就真的 抓狂 我就有點受不了 然後我心裡就想說 如果你再講一次話的話 我就要制止你這樣 是 然後他就講了 然後我就 先生不好意思 老師可以聽你講話小聲一點嗎 就我還是很溫和這樣 然後他就突然說 你慣我這樣 然後就 然後我就說 我就偷偷講說沒水準這樣 然後他就說 那你就去有水準的地方看電影 然後我就 有點抓狂 可是我也沒辦法做什麼 就還是把這部電影看完 你可以打他 不行 然後我回家之後 就用極快的速度 就寫這首歌曲 對 甘寧老樹 那其實我覺得 我想 其實我蠻想罵他的 可是我覺得我可以稍微的 緩轉一點 然後我就想 我就思考了一個 老蘇的故事 一個蘇先生他 他變老了 他就叫老蘇嘛 那他讓一個 乾旱的地方下了雨 就甘寧這樣子 所以把它合在一起 就變成甘寧老蘇 還是有些人會聽不懂喔 真的嗎 是啊 你要不要再講白一點 再講白一點 就是用一個諧音來 就是 諷刺他一下這樣子 對 好 那我們來聽一小段 那天我去微風活冰 要看陶姐 才沒有到故事大綱 我就有一點點皮酸 去超商埋了面紙 我想我會偷偷的哭 期待葉小姐和劉先生 精彩的演出 許導演內斂的運鏡 讓我有新的領悟 把現實題材 人文關懷拍的恰到好處 鏡頭下平凡的香腸 卻有濃厚的質感 老人怨點點滴滴 我眼淚在心裡淡轉 只是旁邊有中年男子 和馬子大聲說話 打擾他人的感受 破壞了電影的節奏 詭異的濃厚口音 加上無腦的疑惑 讓我怎樣也無法融入 這電影的感動 我終於按耐不住 超級客氣的開口說 兒先生不好意思 可以講話小聲一點嗎 他沉默五秒後 腦胸成怒的大聲嗆聲 你怪我 那走開 我簡直無法相信 他的水準如此低落 我有股衝動 想拿爆米花丟他的禿頭 他竟然叫我去 有水準的地方看電影 我突然想跟他說 老叔和甘霖的故事 老叔他住在沙漠氣候 南方的島國 這國家久旱曾幾死 三年來不成下雨 老叔他犧牲身 活人現身 終於天降甘霖 這故事感人肺腑 將會永遠被歌頌 人們叫他 甘霖老生 甘霖的老蘇 甘霖老蘇 甘霖老蘇 謝謝 其實前一天你看到有社會新聞嘛 也是有人在這個戲院裡面跟別人起衝突喔 對 結果後來散場之後還被 還被 暴力傷害 嗯嗯 是講 起衝突的 講話的人 對 然後後來就是戲院也很官腔的說 以後這種 民眾自己也許可以跟工作人反映一下 有他們出面這樣子 哦 我覺得就是 不知道他如果要打你 你去 你去舉報他 他還是為了打你啊 哈哈 所以我就想說用音樂的力量 能不能夠讓大家就是在 稍微聽到這首歌之後 嗯因為我不想要被 被罵 所以我就 就是稍微安靜 我覺得這是一種互相的尊重 當然 對對對 好 我還喜歡有一首歌 長達5分23秒 而且一開始聽前面就跟後面的感覺很不一樣的 叫做Life is Bravo 嗯嗯 Life is Bravo 對這是怎麼樣寫出來的 所以這首歌是那時候 呃 我覺得他其實裡面有一點點稍微的社會議題 可是我們也有把它寫得很多 那也是有一點點 後面還有很簡單的英文 嗯對 就我非常喜歡 就是在1967那個年代 他們很流行的一個單字叫做plur plur 對plur 這四個字頭 對它是四個字頭拼起來的 然後就是 Peace 然後Love 然後Unity 然後跟Respect 和平愛 團結 尊重 對 那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生命當中其實 我覺得這四個元素是不可缺少的 嗯 然後我就覺得說 那其實 生命啊 它應該是 非常非常的美麗的 那 可是它沒有辦法在結束之後 大家去喊 Ankle 然後人就會活過來 所以我覺得與其這樣我們就活在當下 就是讓Life is Bravo 所以這當中有一些 一些時事啊 有一些自我的 自我的 自我的 對 然後它有一些 也有一些比較 大的 人聲的東西 對 對 嗯 那整個曲為什麼會寫成這樣子呢 整個曲 為什麼會寫這樣 因為我那時候其實是因為 我想要用一個很固定的一個 一個和弦進行 哦 對 然後在這當中去做旋律的變化 所以它就是一直一直不斷的一個重複 一個很簡單的木吉他的一個Riv 然後其實我這次在編曲的過程還滿有趣 就是說大部分都是我先編好整個結構 然後用MIDI編好嘛 然後後來請樂手老師來 然後就是去 對 就是去玩 就是有點去jam的感覺 所以這首歌很有趣是 我一開始其實只有設定木吉他口琴跟Bass 對 我其實不想要爵士鼓 然後可是後來 那個Bass手他彈的那個 那個Grooving實在太好了 就覺得說沒有打鼓 好像又不太對 然後就加了鼓 然後加了口琴 那可是最後聽起來 我又覺得少了一個麻麻的頻率 所以我又請了一個電吉他的手來布 所以它就變成 後來又還變成一個很完整的啦 對 所以它就變 對它就變成說 我原本沒有想到會變成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是製作這張專輯 跟上一張很大的一個不一樣 就還滿有趣的 就是雖然有的時候 一開始沒有想到那麼完整 但沒關係 對 邊走邊喬 且戰且走 會產生一些樂趣 對對對 好我們來 聽 你自己看你自己怎麼切好了 好 Life is Bravo 大學畢業無用 為了什麼算了 你跟他自然無可無數 你是恭喜的拜拜 打開電視誰誰誰誰彈舞 好像一件怪不怪 學會路來生長 學會路來生長 怎麼樣也逼不勝 卻無賣 但都有點雙掌 站在同一片土裡 是要歇 conveniently 合避心? 為什麼可以יצc 適人作 lined 氣死的 和聲途 平到 cela Life has no end So make it beautiful Life has no end So make it wonderful Fall In a major unity,In a major respect In a major peace,In a major love In a major unity,In a major respect Just imagine, Just imagine Just imagine Life is power Life is power Life is power 唱得很認真 這張我就發現雖然我們今天只有看到一把吉他 可是其實專輯裡面的編曲其實有很多樣的 像我也很喜歡一首幾顆小星星 如果現場表演那根本就會跟裡面聽到的風格完全不同 可是其實他那個一開始的感覺他其實是我在花蓮 然後那時候去表演然後剛好看到滿天的星空 那邊的星星真的非常的漂亮 然後我就開始拿著烏克莉莉 我就等等等等等等然後就寫完這首歌曲 其實這首歌他還蠻照以前寫的 可是在我開始在認識1967之後 我突然想說我能不能把這首歌給他一個不一樣的感覺 做得比較大一點 對然後就開始想說 那我如果把迷幻搖滾跟Hot Rock加在一起那種感覺 可是有趣的是在錄音的時候 那個鼓手他突然 他突然打了一個Dance的beat 我突然覺得哇好棒喔 然後就結果這首歌到副歌之後反而就有點Dance Rock的感覺 所以我發現至今江湯宇人是很容易被影響的 非常容易被影響的 很容易就順著這個感覺順著另外一個好東西出現 就趕快調整自己的想法 我還蠻會調整 就是蠻會覺得去接受一些我覺得不錯的東西 然後去調整它 好 所以這是往好的方向水波逐流對不對 好 往好水波逐流 要這樣子講也是沒錯啦 因為我覺得以前的我有一點比較聽不進去人家的想法 就是別人的意見 可是在我在我開始就是接觸1967之後 我發現其實多元性是很重要的 然後我就開始東聽西聽一些意見 然後可是我最後還是會去整合成自己想要的樣子 好 終於出了自己第二張創作專輯對不對 接下去對走音樂路會比較有信心嗎 有信心 其實我會覺得我很想要就是可以一直不斷的做音樂 那我其實前幾天去南部的成品表演 然後有一個事情讓我還蠻開心 而且還蠻感動的 就是在我彈完之後 然後那一場就是在台南 然後其實觀眾沒有很多 可是有一些人因為成品大家在看書 他其實有在聽 然後就前面做了一群小朋友這樣子 然後完了之後我去上廁所的時候 就有個小弟弟來拍我的屁股 就啪啪 然後我就轉過來 然後他就說我長大也要彈吉他 然後我就突然覺得 哇 這幾歲 他應該我覺得應該國小而已 然後我就覺得 哇好開心喔 就是原來我彈一個吉他我可以影響到他 雖然我不知道他之後會變什麼樣 可是那一瞬間我覺得 好像有一種 就像一代宗師那種點一盞燈的感覺 就是他可以去把他的武功傳承下去 他長大會變成一個 也會去拍別人屁股的人 因為他高度剛剛好 開玩笑開玩笑 這是一個創作人一個表演者 自己得到的一份回饋的感動 對我覺得很 就是他雖然很簡單 可是對我來講 還很放在心裡這樣子 好 加油囉 謝謝任鴻哥 請大家來聽這一張 我覺得很多樣很有意思 而且其實跟 之前的日清江藝人 感覺是那個變身升級版的 1967專輯 謝謝你 謝謝 謝謝任鴻哥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節能,簡潔 也是一種Rocker的Feel 是個Rocker的Feel 亂丟垃圾 不是一種Rocker的Feel 愛護小動物 也是一種Rocker的Feel 是個Rocker的Feel 孝順父母 就是一種Rocker的Feel scriptur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